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的10年是變化很大的 最近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像美國FED或什麼這些單位 因為情況來得很突然 所以它用的力道很大 或者用的力道很激烈 結果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力道用這麼大以後 那些學理上的那些方法 正確的方法都被扭曲掉了 都變形了 所以產生了後遺症 現在幾乎大家都不曉得怎麼要處理 這是真的很頭痛的事情 它的規模印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光當這一部分你就非常頭痛 而且你看現在譬如說 現在的FED主席是Paul 今天年初的時候他說美國中央銀行 要不要印這個Digital currency 這種數位貨幣 不是加密貨幣 數位貨幣 這幾個字要把它講得很清楚 因為主權的數位貨幣 就是中央銀行印的 加密貨幣是非中央銀行的 好 主權的數位貨幣 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有中國那邊來的壓力 有其他國家 用150個國家在研究了 他當然也有壓力了 人家一天都好問他了 結果他後來說 終於在5月的時候講了很明確答案 所以我Early Summer會有一個報告出來 大家都期待了 Early Summer大家算一算 7月應該會 9月沒有 你現在已經11月了 你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他就一再拖延 因為我想很困難 要做這個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說你用實體貨幣的話 你立即能降到零以下嗎 你很難降到零以下 你說現在是有降到零以下 那這是對機構 對一般的個人來講的話 自然人來講的話 不太可能降臨以下 那怎麼辦 你如果用Digital Currency的話 就有可能喔 我想扯太遠了 我剛才就去說 POWERS在光 就這麼一個數位貨幣的事情 央行要發行數位貨幣的事情 它可以一直延延 拖拖拖拖拉拉拉 你就曉得它很難決斷一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 降息那更是天大的事情 偉大很偉大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想做升息這個事情的話 事前 先不要講其他國家 加美國好了 因為美國是非常令人矚目的一個地方 因為台灣要不要升息降息 恐怕還是會看美國 好 那美國即使要升息 有這個目標定出來了 而且大家都期待他升息 因為通膨的關係嘛 你要做升息這個事情 美國不只是FED 整個聯邦政府都要有很多的措施 來配合 可是大家都曉得應該要縮表 或者少一點財政方面的手段 你才能夠創造一個環境 一個資金環境 可以升息的環境 可是你看這幾天 美國政府做的事情還是在擴表 目前來講2022年你要談經濟問題的話 政治很難 所以前幾天有朋友還問我說 2022年你認為最關鍵是什麼 我說不要談經濟的 因為經濟有很多關鍵 但太多了 多到等於沒有關鍵 那非經濟是什麼 我就做一個字叫碳 碳 Carbon 就是碳的問題 這是我們 我們即使經濟都毀掉了 但是碳是人類碰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2022年 對台灣產業來講 因為外國的很多的buyer 或者說一些跟你商業上的夥伴 或你供應鏈上 在同樣一個supply chain 或者同樣一個value chain上面的一些夥伴 可能都會要求你對於碳的要求 那這一點其實是台灣最脆弱的地方 那也是全世界最脆弱的地方 但是台灣的脆弱性高於世界的 講客氣一點就平均值 其實是應該最嚴重的 我們在國際經貿體系上 其實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參加一些那種 各種多邊雙邊的自貿協定 雖然是最近十年是一事無成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很努力想要融入國際經貿體系 可是碳這個事情 將來在國際經貿體系裡 絕對會是一個要求 這個cryptocurrency 就是加密貨幣 加密幣 我不喜歡叫它貨幣 因為它根本不是貨幣 幾乎沒有人 其實最熱門的比比特幣 用來做payment的 最基本的功能的 請問有多少 昨天央行在立法院講不到1% 好 沒有關係 這就已經不是payment的工具了 比特幣或者其他的cryptocurrency 它本身不是貨幣 但是它是一個投資工具 它像commodity一樣 你可以投資的 但是它跟一般commodity就不一樣 一般commodity有一些內在價值 就英文叫做intrinsic value 有內在價值的東西的話 就是最後疊下疊了一塌糊塗 我把它吃掉 小麥我吃掉就算了吧 食物交通的價值 對 它沒有 沒有關係 沒有這種intrinsic value的東西的話 它會參與買賣的人很有特色 我剛剛講的跟黃金不同 黃金參與的人絕對是某個年齡層以上的 平均年齡比較高一點的 比特幣絕對是一個某個年齡層以下的人 數位貨幣不要講比特幣了 就是說cryptocurrency這種加密貨幣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其實是階級鬥爭的問題 因為過去這些老一輩的人 佔據了整個社會最大的資源 玩得就是他們的金錢遊戲 玩得很高興 年輕人沒有機會 那年輕人說我總要想一個辦法 是我有利的 然後我可以玩的 而且本錢可能不要這麼 一時不要這麼高的 比特幣出來以後 哎呀 對年輕人來講太有吸引力了 其實這是一種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不是壞事 我用這個字 不能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壞的事情 我們要消滅它 不是這樣 因為我剛剛也講過 我認為階級鬥爭永遠是會存在的 不時不時會出現的 但是我們要想很多方法 讓階級鬥爭的因素消滅掉 所以現在不要老一輩的人不要說 那個小孩子在那邊胡鬧 搞ㄍㄧㄥ什麼什麼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麼單純的事情 因為那是 class的 每部分都放過 北京iej燈 北京燈 北京燈 北京 H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